上个月才启动的北花线受到了武汉肺炎的影响 载客量不如以往 有许多客运业者考虑要减班行事 其中统联客运率先从30班降到18班 台北首都客运也预计砍掉一半的班次 客运业者表示 司机上下车都会量体温并且全车消毒 车上提供酒精也会帮上车的乘客量体温 该做的防疫工作一样都不少 让民众可以放心达成 民众拉着大包小包 但没法直接上客运 得先量耳温才能过关 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上个月刚开跑的北花线客运 业绩大幅下滑 一般来说每班车次要有15人搭乘才能打平 近日以来许多班次都只有小猫两三只 业者不堪负荷决定申请减班 当然有很大的影响 班次载客 由南港到花莲 班次载客大概是五六个人 一同年客运来说将会把车次从一天三十班减少为一天十八班 台北首都客运则会从每半小时发车改为一小时发车一次 原先的一天三十个班次直接砍半 客运业者为了让民众放心乘客现在上车前都会量耳温 司机也会戴口罩并且定时侦测体温 有些业者在乘客搭车前后会全车消毒 有些则是每四小时消毒一次 此外车上也会提供酒精并且鼓励乘客戴口罩 因为坐桶帘坐起来比较舒服 然后加上它还有USB可以充电 对所以比较方便啦 客运业者防疫工作一样不少 希望能让民众放心搭乘 记者陈敬业花莲报道